香港這兩年越開越多Café 最近又有一間加入戰團 這間小店剛剛今個月在西環開業 老闆之前去過加拿大學廚 又做過不少有名氣的酒店和餐廳 食物質素確實是不錯的 普通名叫G-Day G-Day是澳洲式的聖詞 我們會有brunch和咖啡 晚上會有dinner special 本身喜歡鮮艷的食物 令人感覺開心 還有高營養的顏色在菜單上 食物方面就以麵包輕食為主 賣相很吸引 我會推介crunchy blue 是我們的招牌菜 crunchy blue就是自製了的藍莓醬 用了double b cheese 我們會先烤麵包 然後拿去烤 這樣就較鬆脆和可口 而招牌貨一定是這款多士 賣相豐富 份量十足 還帶有淡淡的肉桂香氣 是一個french toast 我們都會用了紅菜頭用 還有紅菜頭的意大利芝士 蛋漿是用來做french toast 我們就拿去煎 炸會沒那麼健康 所以我們要煎煎完才會焗一焗 然後再出發 這樣會再鬆脆多一點 蛋漿我們用了蛋 奶 鮮年文 還有會加少許椰子糖 椰子糖會較為健康一點的選擇 就不是黃糖 黃糖太勁會蓋一股味 蛋漿如果加水的話 就會稀辛一點 我們用了奶較為香 吃飯一點 食物不錯 咖啡也不滿足 由另一位咖啡師老闆負責 我做了咖啡入行 已經六至七年了 我們用的咖啡是本地烘焙的 擁有三隻豆 一隻是俄俄比亞 一隻是哥倫比亞 以及一隻是烏乾達 它拼沸出來的味道 就會有少少酸度 有些橙的味道在前面 然後最重要就是中間的Sweet 因為我沖咖啡 最重視就是甜感 如同炒豆的Rosa 就談過這隻豆 是比較突然到我想要的東西 抹茶勒梯 就用到京都橙西村乳治抹茶製作 味道甘香 但一點都不苦澀的 店舖裝修光晚 氣氛悠閒 開了一段時間 已經吸引了不少人來這裡吃東西打卡 之後這麼多假期 大家不妨約朋友一起試試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